没有目的地 也没有必须要去的地方 在这片陌生的世界里 萧炎坐在陨石上 任由陨石及持 萧炎修长的身形盘坐在陨石之上 红色长枪插在他的身旁 还有右臂上的使者避开 萧炎表情平淡 路中深邃 没有多余的波动 看着这片星空 默默地看着 任由时间流逝 这段时间萧炎在思考 自己为何来测 他需要去探知 一晃便是十年时间 星空之中 这颗单独的陨石呼啸而过 在这苍茫的星空里 化作一道笔直的长虹 萧炎盘坐在陨石之上 对于时间没有多少在意 只是陨石飞行了十一年后 这颗陨石前方出现了一艘残破的方舟 如此破烂的方舟 在神兮世界并不多见 至少萧炎未曾见到过 资源的匮乏令得这片世界早已满目疮痍 方舟之上有数十个身形干瘦的男子 在方舟的各个角落 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去维持方舟的飞行 这些干瘦的男子大都只是二星斗神 体内的元气海不到三分之一 唯独两个三星斗神 两人盘膝坐在船上 自在操控着方舟的方向 在他们二人后面还有一张大床 那床上躺着一个身子极为肥胖的男子 这胖子眯着眼 怀里露出一个身子矮小干瘦 但多多少少的有几分姿色的女子 面容有些憔悴 这艘在星空之中不能说是飞行 只能说是飘荡的方舟 和硝岩所在的陨石正面相对 且两者越来越近 这引起了这艘方舟上 传手的两个三星斗神 谨慎地站起身 遥遥望去 他们一眼便是看到了盘坐在陨石之上的硝岩 一身黑袍 修长的身形 还有身后舞动的发丝 硝岩闭目打坐 散发出来的元气也是十分稀薄 如此一来 难免会给人造成一种怪异的感觉 此人有些不对劲 不要去理会 赶路要紧 这一次 是我们西海群星的镇山大神寿宴 不能去玩了 在两个三星斗神谨慎看过去的时候 他们身后传来了厚重的声音 这声音正是从大床之上胖子口中传出 这胖子双眼微眯 摇摇地看向了硝岩那里 很快 这陨石和方舟越来越近 无形的力量相互挤压 不过 并未是碰撞的姿态 而是相互交错开来 硝岩也不想做过多的理会 可就在他身下陨石和这破方舟交错的刹那 突然间 两道刺目的鸿芒 赫然从这方舟上的两个三星斗神胸口扩散开来 与此同时 这胖子衣衫内也有鸿芒浮现 这三道鸿芒出现得极为突兀 令得三人也是为之一振 这胖子神色忽然大变 立刻从怀里取出散发鸿芒之物 一颗本是透明无色的珠子 但此刻却是散发出如鲜血一般的红光 让人触目惊心 顿时间胖子猛地看向了 还没有远去盘坐在陨石上的硝烟 这可百年前被使者在大半个神阀之地内 普遍赐予的追灵珠 这竟然亮了 莫非 莫非是他 那胖子木然站起身 双眼之中露出强烈的激动 他的确只是一个三星斗神 拦住他 绝不能让他逃走 这神阀之地如此庞大 竟然让我凯安遇到此人 这是我的运气 也是我的机缘 这是我凯安翻身的大造化 神阀联盟的悬赏 但凡能够击杀这追灵珠亮起之人 将其魂吸入这竹子 神阀联盟承诺 可用五颗蕴含饱含元气的原石 作为交换 这胖子浑身上下几百斤肥肉颤里 激动中随着其嘶吼 他伸向了方舟轰然吊转方向 直奔硝烟所在的陨石 急迟而去 与此同时 方舟上的两个三星斗神 他们二人神色 也是露出了激动之色 有凯安在 他们虽说难以杀了敌人得到原石 但其他的赏赐也不会少 尤其是那被神阀联盟通缉之人 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三星斗神 且不可能隐藏自身实力 因为神阀联盟在通缉里 明确地指出 此人只有三星斗神的实力 二人呼啸而起 传言速度暴增 便是临近硝烟所在的陨石 化作两道长虹 三星斗神的威压扩散 元气也是爆发而出 情城强烈地碾压 直奔硝烟而去 受死 我倒是要看看 能让神阀联盟通缉之人 到底有什么本事 硝烟双目缓缓睁开 冷冷地看着一左一右呼啸而来的两人 硝烟站起身来 一抬脚便是踢向了一旁的红色长枪 踢出去的一脚 好似有无数雷霆汇聚 瞬息间 红色长枪便是直接弹射而出 射向了右边之人 顿时间 凄厉的惨叫便是从右侧骤然而起 而左侧之人还未出手 只感觉自己手臂好似被针刺了一下 但是下一瞬 剧痛让他顿时失去一切感官 活生生地化作了血水 消散在了星空当中 至于右边 红色长枪刺入了其腹部 然后硝烟转过头去之时 红色长枪忽然爆发出强劲的威力 生生将其腹部扎出一个窟窿 虽然没有死 但也吓得半死 这一幕 让这名三星斗神彻底惊害住了 只是请客见 便是灭杀他的同伴 却还将他重创 心神被恐惧彻底弥漫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怕的问题 此人究竟为何会被神罚联盟所通缉 神罚联盟在通缉中 没有说明原因理由 只是通缉此人而已 但转念一想 被神罚联盟通缉之人 岂会是泛泛之辈 这三星斗神面色煞白 急忙退回了方舟至上 可没等他退出石上 一道雷霆凭空出现 轰然一声 从他天灵劈下 三星斗神抬头 这是他看到的最后一幅画面 他的身体直接被雷霆 劈成了肉末 荡然无存 萧炎一招手 两名死去的三星斗神 所散发出来的元气 迅速凝聚 化作了神源气丹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惨叫声早就戛然而止 甚至看不到两个三星斗神的尸体 一切都只是在瞬间发生 甚至这方舟的其他人看去 陨石上的萧炎 助力在原地 只是随意踢出了一脚 而且是隔空一脚 而后萧炎再度猛地 一踏脚下陨石 顿时间 飞石的陨石便是停顿了下来 萧炎助力在陨石之上 目光看向了这所破烂的方舟 简单的动作 直接收割了两个三星斗神的性命 这般手段足以震慑一切 阁下无故阻拦 所为何事 萧炎淡淡地开口 深随的目光 缓缓看向了 此刻进退两难的胖子 在萧炎声音传出之后 胖子和萧炎摇摇相望 胖子脸上露出苦涩 萧炎身上没有散发出强大的威压 但在萧炎看向她的一瞬 胖子浑身只感觉 冷汗直冒 似乎身上每一个细胞 都在发出害怕的咆哮 误会 误会 是我认错人了 此事 是凯末不对 爱情阁下 莫要怪罪 凯末 这就离去 这胖子双目微眯 脸上顿时挤出裴笑 身形缓缓后退 看见萧炎简单出手 灭杀她两个大将的时候 她便是摸不清眼前 被通缉之人的身前 看似三星斗神的波动 但斩杀同样是 三星斗神的两人 犹如碾死蚂蚁一般简单 这一幕足以将她震慑 这与五枚原石相比 还是性命更重要一些 在她看来 想要斩杀此人 或许应该再多找几个伙伴一起 防有把握 一脸裴笑 满脸的油脂 看起来极为令人作呕 这胖子立刻后退 正要离去之时 敲言眉间微皱 身形一颤 这星空之中 便是有着一道雷霆一闪而过 轰然一声 萧炎的身形 忽然出现在这破烂方舟的上方 一招手 红色长枪掠入萧炎的手中 既然出手了 就别急着走 萧炎身形向前 一步迈出 再度化作雷霆 瞬息出现之际 萧炎抬起左臂 一拳朝着胖子风去 整条手臂之上 雷霆噼里啪啦地发出炸响 毁灭性的力量 覆盖萧炎整个拳头 萧炎没有动用宝葫芦和长枪 也没有动用毒风 甚至无畏火拳 这只是他肉身之力 两千方雷海所爆发出来的肉身之力 难以遇到一个四星斗神 萧炎想要看看 自己这肉身之力 如今站立如何 你丑死 凯安浑身肥肉一抖 双目露出凶光 看着萧炎真的敢对他出手 心中却是咯噔一下 但无论如何 怎么看都只是三星斗神 这让他低吼中 双手变缓 向前一挥 元气涌出之间 化作了一张大网 直奔萧炎笼罩而来 萧炎没有退让 一步一拳 每一拳都夹杂着他雷海的力量 以雷霆万军之势 三拳之后 大网便是轰然爆开 形成了激流道卷 凯安当即面色一变 大吼一声 纹身的肥肉 竟是在颤抖间急速收缩 竟是短短瞬息间 他化作了一个身材健硕 肌肉完美的男子 他看着萧炎一拳轰出 和我比身无神之力 区区三星斗神 老子本打算放你离去 可你自己找死 那就去死吧 是吗 你肉体很强吗 萧炎脉步 再度一拳轰出 两千方的雷海 在他体内翻滚 然后汇聚在了拳头之上 萧炎的拳头夹杂着雷霆之力 二人拳头相对 爆发出强大的鱼波扩散开来 萧炎的夜袍烈烈作响 这一拳之下 双方都没有形成碾压 而是各自往后震开 但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停顿 两者再度碰撞在了一起 极短的时间 便是对抗了百圈之多 凯安的身体之上 开始冒白气 似乎这样的形态 维持不了多久 最终二人轰然一声 即使身形倒卷 萧炎双目为宁 叹息一声 如今自己的肉身之力 只能算作四星斗神 没有做到能够斩杀 五星斗神的力量 特别是如这凯安这般 四星斗神的体修 萧炎也难以形成碾压 不过 凯安不动用元气的情况下 也难以对萧炎造成什么伤害 在萧炎暗叹之时 那凯安却是一副 见了厉鬼般的神情 他内心极为震惊 更是隐隐骇然 他清楚地知晓 自己就算没有动用元气 但方才的对抗 每一拳都足以灭杀 四星斗神以下的存在 甚至 但凡不是体修的四星斗神 也未必会是萧炎的对手 轰击了金百拳 对方近乎是毫发未损 反倒是自己这里 被震荡的体内生疼 而且因为每一拳都是权力 以至于他的密法速度 被大大锐减 很快就会恢复胖子的体态 到时候肉身的强度 便是会大大降低 不会是被神法联盟所通缉之人 不过你既然敢站在我面前 我就让你知道 四星斗神和三星斗神 有多大的差距 杀了你 那不是动用我全部的元气 但这代价值得 凯安双目露出凶煞 明明是在星空中 但他一张嘴便是有一口白气 他的身形再度变换 身躯极速枯萎 肉身之力大大降低的同时 周遭的元气波动 则是愈发强烈 一个肥胖的人 瞬间变得干瘦 阵阵波动 从其身体向外扩散 足足二十万的元气 星辰爆发而出 显然 资源匮乏的神法之地 这凯安体内的元气 也并非充盈 只有三分之二 在凯安看来 他的元气 已经算是足够多的了 四周顿时掀起了一片元气海 层层波动席卷 萧炎双目为名 不过身形却注立在原地 需要我出手吗 萧炎的耳边 传来雷击的声音 他也坐在陨石上 但却似乎和陨石融为一体 本就没有元气波动 所以很难让人留意 不必 两千方的雷海 全力施展 我看能不能斩杀此人 萧炎摇头传音道 萧炎缓缓抬手 一直点出 在其指尖 凝聚出了一个雷球 远出的雷击 原本平淡的脸颊忽然一顿 眼神震惊地看向了萧炎 这 他何时学会了我的雷灭指 雷击难难 言语中充满了惊议 一周许你姓名 凯安森然开口 其手应变幻 四周的元气疯狂涌动 在其面前 凝聚出了七个颜色不同的球体 然后环绕萧炎 迅速收拢 一股强大的压迫力 朝着萧炎笼罩而来 真是不晓 我也是这么想的 萧炎嘴角上扬 冷冷一笑 抬手的一顺 一直点向了指尖的雷球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